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他 現在的行為越來越像一個黨軍 我們看到他 在記者會上被問到政府 就23條立法的時候可能 新加入這些 新行為 他說 23條有七類罪行 其中兩類 香港的國安法已經涵蓋了 其餘五類包括叛國 煽動叛亂 竊取國家機密 禁止和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者團體 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等等 他認為 23條立法 尤其是需要針對一些間諜行為 尤其是美國中情局 CIA 已經表示成立了一個中國任務中心 所以特區政府需要 作出一個應對 我們這一節就要討論一下 CIA這個中國任務中心 究竟 會不會跟鄧炳強所說的話是有牽涉到呢 這個中國任務中心的任務 究竟包括 包括 對付鄧炳強這些黨軍呢 又或者 香港的黑警 黑警和他們的 背後的惡勢力 這節 要詳細和大家深入探討 今天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當然有兩個呼籲 第一個呼籲就是大家要支持 袁爸爸 在美國的朋友 就要參加他的10月17日演講會 重量級嘉賓是蓬佩奧 還有余茂春 當然啦 香港的朋友 如果你是 叫人參加也可能有問題 小心點啦 因為現在的 政治檢控無處不在 第二 就是說我們支持我們在英國的朋友 如果你們到時11月6日 就抽點時間過來參加我們的網聚 我們在倫敦的大型網聚 就叫做 升旗易得道 突破5億的倫敦網聚 這次會在倫敦的唐人街 在金鳳凰酒家 在三樓舉行 三樓最多可以放16圍 不過有一個位置就凹下去了 所以 我們也是打算放15圍 最少10圍啦 其實應該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人數多 最多可以加到15圍 到時如果大家想報名 可以參考片尾 有一個短片的 這是我們合作社的 熱線 大家如果要預訂車 或是預訂酒店 也可以 WhatsApp我們的熱線查詢 我們先說回鄧炳強 究竟 這個美國中情局 成立了的中國任務中心是什麼呢 我們 先說一下 我們討論一下鄧炳強 如何針對這個中心 而這個美國政府會不會有些反制措施呢 最重要是這件事 因為任何事 都要看看你的能力 你說反制 大紅有沒有辦法反制這個 紀安呢 現在叫小夫 你說阿福有沒有機會可以反制到這個紀安呢 當然是不行的 當然是 長期被打的 所以 要跟大家探討一下 這個是來自紐約時報的一個報導 在華盛頓 上個星期四 中情局局長宣佈 這個機構將會進行改組 更多中心 放在中國那裏 更多中心的工作 這個工作的核心 是建立了一個中國任務中心 China Mission Center 為了研究中國問題 提供更加多的資源 並更加好調動這個機構在世界各地的官員收集信息 對中國的舉動進行分析 局長威廉伯恩斯 在這個聲明上表示 這個新的中心將進一步加強共同努力 應對 我們在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 即日益敵對的中國政府 另一個新中心將專注於新技術和全球性的問題 例如流行病和氣候變化 它被稱為跨國語技術任務中心 任務 包括識別可以幫助中情局收集情報 亦可能被其他國家機構用來對付中情局特工的新技術 今年2月提名確認聽證會上 白欣斯將中國 列為他的首要事務 而技術變革帶來的挑戰 就是他關注的另一個重要領域 這些新的任務中心 再加上新設立的首席技術官一職 表明了這些優先事項的正確 正式確定 這個變動反映了拜登政府 國家安全團隊的總體方向政策 即是在恐怖主義主導情報工作20年之後 美國 現在面臨新的挑戰和威脅 這個就是來自中國 中情局已經向國會領導人通報了這些變動 至少增加對中國的關注 可能會得更加大力的支持 共和黨和民主黨都認為 情報機構需要將更多資源投入到中國問題上 並加強對中國政府的分析 就這份公告發佈之前的幾天 中情局 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和基地 都收到一份絕密的電報 就有線人被拘捕 遇害或者變成雙巡間諜發出警告 技術的進步 使得在中國收集情報變得非常困難 監控攝像頭和人工智能的驅動 這些面部的特色 例如人面識別系統 其實是無處不在 使得情報人員在中國 躲避偵查是變得 更加難 具有挑戰性 十年前 中國政府的系統瓦解了中情局在 中國的間諜活動 先人被捕或者被處決 一些前官員認為由於中情局的機密通訊系統被受到破壞 另一些人就怪罪到有些前中情局官員身上 這些人後來 向中國提供機密情報 而被定罪 此後 中情局一度試圖重建整個間諜網絡 但中國政府的追蹤相關行動和通訊的能力 阻礙了這項工作 取得進展 中情局一個高級官員表示 新的技術中心 將幫助這個機構在識別間諜身份 這個新技術上面 保持領先地位 這個官員說 在過去幾年裏面 中情局一直努力適應新技術的發展 並要求官員不要低估敵對情報機構的實力 用中情局的 這個行家的說話來說 疊報技術 就是間諜用來躲避敵方特工 尋找新情報的來源 並與之進行安全通訊的技能 中國等國家的技術進步 迫使中情局一定要更新他的跌步系統 這個高級官員就說 將技術和中國作為 最新重點 是有助於他們的工作進行的 這個 也是完善了之前前局長 2015年對中情局進行大規模改組 他在奧巴馬後期政府擔任了局長 在宣佈改組計劃的 白欣斯聯繫了一批前局長 向他們介紹了改組計劃和思路 其中幾個表示 這些變動在他們看來是應該的 我們 整個美國的情報系統 大家都知道 當然是十分強大 但是面對現在香港的情況 一個新挑戰 因為以往的香港警察 很少 做到跟美國這個情報系統 膽敢跟他作對 又或者說要 針對這些情報系統 CIA 大家想想 CIA在香港做事 警察膽敢干預嗎 現在的鄧炳強 已經說明了 表明一切就是他 不單要干預 甚至乎 他會在香港 拘捕這些 CIA 而且23條立法要針對 這種問題 我認為 如果鄧炳強是真的牽涉到 中美這個情報 或者一個 跌佈的 間諜系統的鬥爭的話 他有機會成為了美國的目標 他的身份很尷尬 因為他以前是一個警察 警察在美國來說 你最多是維持治安 執行維護法紀 但是如果你做了這個角色 即是說你已經是 擔任了情報頭子的角色 又或者你已經成為香港 軍方的一個 重要一員 軍方被視為敵對 和美國敵對 他的身份 跟伊朗的聖城軍指揮官蘇來曼尼 很接近 我們看到美國 在去年制裁鄧炳強的時候 已經將他跟中非共和國的恐怖分子 以及 有部分的中東伊斯蘭的恐怖武裝分子 已經同歸 意味著鄧炳強將一步 upgrade 自己 接下來會不會成為 CIA的斬首對象呢 我們都認為 以前認為應該 吻水一點 但是這次他出來 表明 跟他的頭出來 很明顯 他很大機會 就會成為了CIA裏面的其中一個目標 甚至乎 很簡單的嘛 CIA要把你斬首容不疑 派兩個特工 你上班嘛 容不疑對付你呢 你有多少個保鏢呢 沒有用 有保鏢也沒有用 蘇萊曼尼沒有保鏢嗎 是不是 要把你斬首 輕而易舉 我認為 鄧炳強現在具備了一個被斬首的條件 祝他好運啦 希望斬首的時候 美國準確一點 不要斬到隔離啦 他的司機無辜啦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 我會再次接著 我會再次接著 因為我已經不成功了 我們先回到這裏 我會再次接著 你的手指 借助 我會再次接著 咱們 一直接著 我會再次接著 你們 我會再次接著 出發 你 我會再次接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